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马卡报放话 要向买摩迪就拿7.5亿违约金来 但意大利媒体却认为 黄马其实为摩迪标出了6000万欧元的心理价位 莫德里奇毕竟已经是33岁的老将了 今下很可能是将其逢高出售的最后机会 国米的报价 事先租后买 国米原本希望用1500万欧元租借摩迪一年 然后用2500万欧元将其买断 每日体育报指出 国米如今将报价总额提升到了6000万欧元 租借费为2500万欧元 买断金额则为3500万欧元 现在就看弗洛伦蒂诺是否愿意兑现承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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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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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